只坐老板的椅子,一个月工资十万,这样的工作你愿意吗?女人是公司的高管,负责最重要的项目 坐在上面的,有时是仅有半吨的胖子,虽然放出难闻的气味,压得双手颤抖,他依然坚守岗位 有时是帅气的小伙,还时不时地按着脑袋,偶尔还会两个人一起坐在上面,跟老板有说有笑,每天要工作25小时 十年后,女秘书走了进来,老板迫不及待地,来到秘书面前,随手把衣服扔到衣架上 闹钟却在偷看,拉着秘书就想坐下,就老板这体格子,谁能受得了,没办法为了月薪十万,也只能咬牙坚持 结果下一秒,巴基摔倒在地,老板生气地摔门就走 可就因为这一次失误,女人竟然被辞退,走在回家的路上,抬头看见公司的招聘广告 是个黄发美女,比自己年轻又漂亮,她无奈地低了头,回到家后想要开灯却不亮 于是喊声,妈妈,原来是声控的,旺财拎着拖鞋迎接主人,原来狗子还是女人的鞋架 老公坐在地上成了唱片机,爸爸站在一边假装壁画,爷爷奶奶是家里的桌子椅子 女人坐下来,难过得失声痛哭,想想这么多年,为公司默默付出了那么多,尽职尽责地坐好椅子工作 就因为一个小小的失误,却丢了饭碗,还被同事嘲笑,更加伤心难过,影片嘎然而止 那你看懂故事表达了什么吗?如果有一天,人类都沦为工具人 你最想当椅子拿十万月薪,还是当钟表拿一万月薪呢? 欢迎评论区留言,小熊猫太惨了,竟然被有爱心的男人,拿来练习倒车,还一动不敢动 而男人的妈妈,更是超有爱,用车厢盖欺负美洋洋 男人的爸爸,每天夹击宝马两万下,相框不倒他都不停 最有爱的是小姐姐,对着小狮子,就是一顿小拳拳,揍完了就去摇摇乐 你看把小动物吓得,他们不敢报警,也不敢逃跑的 赶紧点赞加关注,爱特给动物管理员,幸好飞机跑得快 要不然,可能毛都没了,当管理员得知消息后,顿时就坐不住了 下一秒,他开着九块九包油的敞篷大皮鞋,马不停蹄地驱车赶往 仅仅用了3.1419秒,就来到了现场 他要以牙还牙,怎么欺负小动物的,就怎么还回来 于是男人跪在车前,母亲被按在后备箱上摩擦 小姐姐见状,立马锁上房门 你以为管理员是吃饭长大的,瞬间撞碎了山墙来到房间 对着小姐姐的脸蛋,来个免费的态势按摩 这就是欺负小动物的下场,看你还敢不敢再虐待宝马了 也给你来个两万下,最后一家人都受到了惩罚 管理员带着小动物们,要寻找一个好人家 不知道好看的你,想收养他们吗 这些害虫可不是一般人,看到女主人回家 他们竟然十分嚣张,不仅不害怕人类 还纷纷拿出最厉害的武器,分别是武器一武器二武器三 眼看害虫们快速冲过来 女人吓坏了,随手拿了一瓶液体,刺了过去 可没伤到他们一根头发 这时弟弟发现,姐姐拿的是除臭剂 这给害虫们乐得,瞬间笑出了猪叫声 安娜虽然有些尴尬,还好男孩递来杀虫剂 只刺刺了一下,上一秒还在嚣张的害虫 瞬间倒在地上一动不动,嘴里还冒出肥皂泡 男孩拿出工具,把他们扫进垃圾桶里,随后吃完饭 姐弟俩在看淡淡电影,谁知旁边又冒出一只蚊子 还虚地对了一下安娜,然后恶狠狠地说 看视频点亮小红心了吗?可气的是 她瞅了丑女孩的身材,接着说不点就跟我过吧 结果下一秒直接被女人爆头 这这样隔屁了,男孩轻轻没用力,就把臭蚊子吹到了地上 画面一转蚊子又回来了,安娜转头一看 我的天啊,竟然是第二只蚊子,还在避避个不停 突然蚊子张开,大嘴竟然嘎了,两人终于可以安心看电影了 这是哪个国家的害虫,吃啥能长这么大呢? 女人的手突然着火,闺蜜用水把它浇灭 然而让人想不到的是,女人直接抽出一只假手 这时闺蜜惊恐地发现,女人的鼻子里流出大姨妈 可下一秒,她开始掐住自己的脖子 仿佛被恶鬼上身一样,吓得闺蜜不知所措 不料女人没忍住,嘿嘿嘿地笑了起来 原来这次又是装的,可笑着笑着,她像卡带了一样 全身开始快速抽搐,直接翻到了沙发后面 在站起来时,已经口吐白沫直翻白眼 让人意外的是,这次居然又是装的 你都尿裤子了,居然只是为了耍我 玩累的黑妹想要休息一下 然而电视却莫名被打开 她刚开始并没在意关掉电视 可转身电视又亮 这次她直接拔掉电源,端起爆米花想离开 可诡异的是,电视开始往外流水 下一秒,真子从里面爬了出来 看到这一幕,女人紧张地吃个爆米花压压惊 接着真子站起身 倒出耳朵里的水,本应该害怕的黑妹 还以为是闺蜜的恶作剧 没想到,她上去就是一个暴突拳 真子被打倒了 刚起身又被黑妹死死按住脑袋 她想反击小短手却够不着 随后黑妹又送她一个仙人掌 打得真子无力反抗 但却把真子彻底惹怒 起身一脚就把她踹得没了反应 这时闺蜜听到动静过来查看 可到处都找不到人 终于在沙发后面发现了 女人被真子踢死 安娜正在帮她整理仪容 结果黑妹的男友不相信她已经死了 不仅给她做心肺复苏 甚至左右开工酷酷扇嘴巴子 黑妹的父亲出来阻止 却被准女婿用棍子揍 她彻底疯了 酷酷酷地扇所有人的嘴巴子 男人实在看不下去 拆下电线按在她的身上 瞬间被电飞出去 黑妹父亲递给她一些照片 这是生前闺蜜留下的 怎么都是空白 随后她来到黑妹房间 发现一盘诡异录像带 播放时出现奇怪影像 刚开始女人在梳头 接着又开始梳理夜毛 实在太恶心了 随后女人跳下去 却挂在了树枝上 这时突然电话响起 告诉她七天之内要取她性命 没办法她找到当地的驱魔师 结果差点被花瓶送去大西北 不愧是大师姐 还是有两把刷子 女人拿出录像带 然后放进电视里观看 随即出现一个灯塔 这是破诅咒的关键 随后出现一个诡异的女人 鼻子上还有只苍蝇 安娜伸手去拿 居然真的把苍蝇抓出来 可疑放手 苍蝇又飞了回去 大师姐拿起苍蝇拍 就拍了上去 女人鼻子差点被拍扁 直接开始反击 甚至吐她一脸千年老痰 玩事还假装不是她干的 气得大师姐直接把她薅出来 仙人掌呼呼地往脸上抽 助手连忙阻拦 她却变本加厉 揪下女人的头发 接着哭吃一拳 直接把她干倒 而小侄子也看了致命录像带 破除诅咒迫在眉睫 于是她在网上找到那所灯塔 按照上面的地址 她走进去 发现这里有个奇怪的老头 原来电视里的真子 是她领养的小孩 因为总跟奶奶抢遥控器 于是把她扔进井里 可是她留下诡异的录像带 谁看了就要下去陪她 没办法她去寻找那口枯井 女人打翻了一个罐子 里面的弹珠瞬间聚集到一起 还有更大的南瓜 女人马上意识到 地板下面肯定藏有秘密 于是她掀起地毯 拿起斧头 直接将地板砸开 原来这下面 正是封印真子的那口枯井 女人俯身查看时 却感觉后面有一股凉气 可转头发现后面没人 无论女人怎么转身 真子都能巧妙地避开她的视线 女人只能猛地转头 这把两人都吓了一跳 真子对着她就是一拳 再送个仙人掌 抡起铁棍 就要干掉女人 这时灯光突然不停地闪烁 真子顺手拿起一把电锯 女人健壮也不甘示弱 谁知意外的是 她拿的居然是鼓风机 真子得意地左右摇晃 却不小心把天花板锯掉 将她直接压倒 女人趁机抡起铁棍 准备把她送去大西北 然而真子不讲武德 抓起她的侄子当人质 男人用斧头威胁她放人 吓得男孩投入真子的怀抱 女人随即想用爱来感化她 真子感动地掉下眼泪 立马变成可爱的模样 并承诺以后再也不惑惑人了 可下一秒 肛门被打开 看着五米高的水花 估计真子早被淹死了 随后男人将这座枯井彻底封死 本以为已经解除了危机 没多久 俩人步入婚姻的殿堂 没想到真子的诅咒竟然还在 俩人第一次结婚没经验 居然把小侄子忘记了 男友连忙倒车 打算接上男孩出发 结果意外再次发生 那么到底要怎么做 才能彻底破除诅咒呢 女人头上被装个戴獠牙的马桶 吓得她尿不湿都湿了 而她的闺蜜脖子上也套了一个 俩人刚想抱在一起 却发现一旁的陈豪 她的刑具更加奇葩 丘比特之剑射在了菊花上 于是问到想换换吗 没曾想谁都不愿意 这时电视里出现一个面具男 声称他们身上的刑具 会在30秒后启动 要想活命 就要拿出安娜眼睛里的钥匙 随后墙面弹出一个铁盒 里面是一把大砍刀 为了救人她毫不犹豫地扎了进去 可让人意外的是 安娜的眼睛居然是假的 轻而易举地就拿到钥匙 瞬间解开身上的刑具 本以为安全了 可面具男并不想放过他们 又启动一旁的绞肉机 将尘好的孩子绑在上面 只要掉下来 立马变成肉泥 突然滑轮松动 关键时刻 男人抓住绳索 这才阻止了悲剧的发生 可面具男不讲武德 突然启动另一个机关 我的妈呀 这感觉真酸爽 这时黑妹不小心碰到开关 居然走进面具男的房间里 面具男忍不住送她个仙人掌 但没想到下一秒 女人瞬间被激怒 抓起她的脖子 就是一顿撞击 面具男哥哥闻声赶来 却被黑妹直接扑倒 面具人恼羞成怒 要把陈豪送去大西北 儿子让他放手 可他不忍心孩子受到伤害 就当尖刺即将扎入眼镜的一刹那 面具男却按下开关 居然把他们全都放了下来 原来这只是一个测试 如果男人松手的话 所有人都得死 临走时闺蜜还依依不舍地道别 可让人想不到的是 没过多久 黑妹在老公的陪同下 竟生出一个奇怪的婴儿 女人洗澡 感觉后脑勺里有东西 粗心一摸 竟是一只人手 吓得她急忙转头 却没有其他人 她还以为自己出现了幻觉 结果继续搓澡时 一只小手将毛巾递给了她 而她并没有发现异常 随后 她又开始挂叶毛 可她想挂另一边时 没想到小手再次帮忙 直到这时 她才感觉到不对 赶紧穿好衣服查看 然而小鬼就在楼上 趁着安娜不注意 以诡异的姿势滚了下来 等她赶过去 发现阁楼有个黑影 好奇的安娜直接跟上楼 但是这里除了蜘蛛网 啥也没有 可突然她感觉后背发凉 好像有什么奇怪的东西 于是猛地转头 雅人吓得尖声 惊叫了一个小时 最后因为缺氧全都晕了过去 就在昨天 安娜通过房产中介 来到这座鬼屋 她趁女人不注意 急忙把阿飘的头发扯下来 塞进一旁的箱子里 还没等中介喘口气 浴缸里又冒出一只小鬼 她又赶紧将其按进去 见小鬼力气太大 又换成掏粪用的皮筛子 使出吃爷爷的力气 想把她打进去 此时安娜听到动静 赶紧过来查看 结果竟看到男人坐在浴缸里洗澡 最终在中介的不断忽悠下 女人才租下了这里 可当天晚上就遇见了小鬼 让她干活也犯起迷糊 居然用尿盆里的尿 给老太太洗脸 虽然味道直冲天灵盖 但她说不出话 只能任由女儿贴心地照顾 直到洗完了头发 她才发现用错了盆子 为了弥补过错 女人赶紧用水枪对准老太太 结果直接把老人送走 于是她找到邻居陈好帮忙 突然一只蜜桃出现在天上 还在不停地放电 所有人一脸猛圈 不知道发生了什么 两人吓得急忙跑进了家 而女儿还在外面疯狂敲门 男人根本没有反应过来 随着一声巨响 女孩被电飞出去 神奇的是 女孩啥是没有 可下一秒又被电击 好在她每次都发保护 顺利从狗洞爬回家 几小时后 外面没了动静 男人好奇地出门查看 却发现 马路上有一个坑洞在冒烟 这时地面突然开裂 让人震惊的是 外星怪物莫名对他们发起攻击 被激光扫射过的人 瞬间变成一堆渣渣灰 所有人吓得扔下腿就跑 尘好差点就领了盒饭 只是浑身被弄满了灰尘 可没想到 他自己是清理干净了 却把灰尘全都喷到女儿身上 看到外星怪物肆意破坏城市 男人赶紧收拾行李 准备带孩子们逃离这里 为了安全起见 他决定把枪也带上 结果手枪意外走火 那就放前面吧 这一幕看到儿子都疼 男人顾不上疼痛赶紧逃命 可关门时差点把女儿整残废 这时外星怪物由于电量不足 直接倒地领了盒饭 几人死里逃生 终于过上幸福的生活